其实如果要描绘一下 从春节开始到现在 你们的工作节奏 可能一个字就够了 那就是忙 可是现在我们在市场上 口罩已经不再齐缺了 是不是大家的工作节奏 就稍微慢了一点呢 纳通集团自从2月份 进入到这个口罩的 生产环节里头以后 我们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 满负荷的一种工作状态 我们是在春节之前 大年23就已经满负荷生产 从大年23一直持续到 现在我们的生产现场 依然非常忙碌 但这种忙碌呢 我觉得从心态上 有种变化 从心态上没有像以前一样 精神压力高度紧张 秦书记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您所在的长远 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 医疗耗财之都 但是似乎之前 没有像现在这样 如此真切地走进过 大众的视野 我在新闻报道当中 甚至还看到 有人是拉着大货车 就堵在这些工厂的门口 专门等着刚刚下线的口罩 是吗 对 全国31个省 各个县市 都有来长远 采购口罩的 所以我总结 2020年长远春节 是一个战斗的春节 我每天醒来 第一感觉就是 欠14亿人 每人一只口罩 长远是中国医疗耗财之都 我们有94家 医疗耗财生产企业 2200多家销售企业 其中有口罩注射症的企业 是42家 一个限于 寄居度如此之高 在全国不多 而是长远呢 医疗耗财产品呢 覆盖了全国 60%以上的医院 和医疗系统啊 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所以长远呢 是白天是车随马龙 晚上是灯火通明 现在非常多的企业 他们的生产 主要是提供给海外了 对于你们来说 现在大概出口海外的口罩 会占到你们 每天生产量的百分之多少呢 我们现在生产的 口罩75% 都是出往英国 法国 以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现在仍然需要24小时 不停机地 去加班感制防疫物资 24小时 我们来问问黄总 那这三个月以来 从年到现在 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容忍不太紧张了 紧张到我们自己都觉得 有点逃不住的感觉 你每天会接到 多少个要货的电话 要分多的时候 一天三四百个电话是有的 三四百个电话呀 我一接一个电话 后面就一串未接电话 我们是从1月21号 通行部直接通知我们要春节 要放弃房价 那我们十条隆平线 一直满腹飞温暖到现在 从春节到现在 一直不停 好期呢 主要是山东和湖北一线 那后来是东复坛 现在我们主要任务是宝太决 没人 现在我们先给它 我们尝试 四百个电话